A.SYMAN 比賽 A.SYMAN 比賽 A.SYMAN 比賽 嗨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上賽道參加的是 110週年的A.SYMAN 賽道體驗日 看一下周邊有什麼 是它的贊助商 貝奈利的F1車型 這邊還有所有的現役的F1輪胎 當然這都只是點綴 我們今天要試駕的各種量產的A.SYMAN 看到沒有 整個賽道擺滿所有的車子 現在的馬丁可是F1參賽車隊 包括他們的SUPERCARD 他們的各種車型都有機會開到 OK 好 現在換我上場了 這邊叫SAO SA 緩緩的加速 尾巴馬上出來 好 我故意多了一點轉向 讓它感受一下它被拋來拋去的時候 它的防行感的作用真的是很強 這也只是標準的胎嘛對不對 P0的 對 我們現在做0到100加速 好 強強強強 這個逃殺不錯喔 說真的DPX在我們在道路試駕的時候 我們還是覺得它還是針對A.SYMAN的客人為主 所以它還是很舒服的 即使我們這樣開 它其實給我的 不是那種很強烈的道路的回饋感 但是呢 你可以感覺到它的操控 是非常平地的喔 喔 已經200了 好 我們 RELAX DVX 707 跟普通DVX真的有差 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體驗第一彎到第九彎喔 會有各種複合的彎道可以體驗喔 12缸的BPS喔 12缸的BPS喔 1號2號彎果然不一樣 哈哈哈哈 喔 上賽道1號2號彎非常刁鑽喔 如果沒有人帶著呢 我們真的是從不去喔 我不知道我們在這個 模體器上是什麼感覺喔 但是呢 在賽道上開喔 就是不一樣喔 身為F1賽道真的是不一樣喔 大概在直線都可以到 加速到200喔 現在試試看 Vantage的F1 Edition喔 它的差別在哪裡 Vantage就是輕很多喔 Vantage就是Vantage喔 側傾還有轉向 都非常的精準喔 這樣子的一部車在賽道上發揮它設計師 還有它原廠調校的差別喔 我們記得喔 還是搭配的是接胎喔 但是呢 你會感覺到車子 其實完全是受控的喔 車型車型 微微的推 煞轉 煞車的時候 尾巴也微微的帶出來喔 尾巴也微微的帶出來喔 尾巴也真的很貂轉 還是不習慣喔 這種體驗如果在世界各地 我覺得都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喔 非常讓你覺得爽 超棒喔 我覺得Vantage F1好棒喔 是啊 我覺得它完全 我覺得它的溝通感好強喔 是是 它完全不是我們想像的 紳士跑車而已 它完全不是 它是一台很serious的 是是是 沒錯 而且我們搭配只是接胎喔 是嗎 是啊 What 有驚訝 有溝通感 滿滿的溝通感 在上載道上 真的非常的 有質感的一個F1載道 真的沒話說 然後配上一個馬丁的跑車 甚至於DVX707 這樣子一台這麼巨大的休旅車 都可以在賽道上 這樣子去奔駛 真的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統哥我覺得你講得太興奮了 是 你要先突然去跑 是 工作人員在催促 糟糕 我們還想把它帶走了 看來是不行 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這表示你們喜歡統哥拍的影片 對不對 除了統哥的YouTube以外 Facebook跟IG大家都要訂閱追蹤喔 謝謝大家